OK 那我們就開始 那個就是因為接下來的那個內容 也沒什麼內容只有數學 所以說大家都包含 我實在希望 因為我數學很好 我是希望不要太有數學 但是他就是有 我們先那個前情提要一下 就是說上個禮拜可能 然後再上個月 比較多人可以來 就是我們有講過那個 我關iIL 比如說 Inversive reinforcement的一些基本概念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學股式的iIL 那主要他的一些動作就是說 他會有一個專家在示範 然後會有一個學習者 也許是這些人 改專家也許就是普通的人類 那機器人就會 不斷的想要逼近專家的行為 學習這個專家的行為 那專家呢 也不算說是專家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在示範上我們就盡量把這個 專家跟這個學習者 就是機器人的這個距離給拉大 然後才會讓這個機器人能夠 不斷的去逼近這個專家 感覺有點像這個足球比賽 這個控球的人是不斷會把那個搶球推開 搶球的人他是不斷會逼近這個控球的人 所以大概這個也是上一次講的 比如說他在這個地方會有一個 一方不斷的逼近一方不斷的退開 這種機制 那這樣子的機制的情況下 我們形成了這個reward function 那上一次我們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IRL為什麼跟那個 所謂的那個行為模仿不太一樣 那就是說 我們是去 藉由這樣的機制去算出reward function 然後再把這個reward function 再把他丟回去這個MDP裡頭 讓這個不管是機器人或是學習者 他在依照這樣的MDP 就是說macro decision process 裡頭的這個state 每一個state裡面的這個reward 依照這個reward去找出他的最佳的policy 而不是直接學他的policy 所以說我們上次 這個所謂的學徒式的學習 就是有提到 我們是在學習 一個 我們是在這個 把這個 師傅也就是說專家 或是人類的這個 跟這個學徒說 或是機器人的這個差距 我們去最大化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我們又去 我們又去希望最小化這個這個差距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sbm的方法 把專家 或是說人類的這個行為 當成一類 然後或是這個 學習或是機器人的行為 當作另外一類 然後我們去找這個最大的麻眩 那這一次呢 我們還是一樣 就是說 呃 我們有兩個coach 就是有兩種方法 那這兩種方法 第一個方法 基本上就成 成績了 就是上一次的這個 呃 跟學徒式的比較像 但是他叫做 MMT 就是說 Maximum Margin Planning 的I.I.L. 那基本上 有很多的 人可能也把他當作 一種sbm 所以 免不了就會有很多數學 那另外一種方法 我現在看起來好像市面上 就是說比較多 呃 傾向比較多人用這樣的方法 就是說用一個最大商的方法 那 我們現在就先把男的先 先處理掉吧 就是MMP的方法 那MMP的方法呢 就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 主要還是想要做出一個這個 reward function 就是說這個 回報此這個reward 呃 把這個function呢 再把它放到這個MMP裡頭 那在每一個stage 都有這個reward function 讓他 這個機器人自然 依照這樣的reward 去把 他自己的這個 呃 最佳的policy optima的policy 去 跑出來 那所以說在這裡我們 先做一個前提式的這個設定啦 就是說 呃 基本上這邊就跟我們平常MMP不是 不是差別太大 就 我們平常state他這邊改成X而已 呃 X的集合這樣 那他有一個多 多出一個東西就是說 他有一個叫做 呃 state action的 pair 那這個就是說 呃 呃 其實就是說 在這個state裡面 然後 做 這個action 也 也 也許你在這個state裡面 你有 你有好幾種action 你又可以上下左右啊 或者說 你可以 你有不同的動作跟選擇可以做 但是他在這裡面他把它分開 就說你在這個state A state E好了 那你做了左的 向左的動作 那state E 做了向右的動作 他就把它 每一個獨立出來 叫做一個pair 那 呃 到底有幾個 呃 每每個 每個這個state state action 這樣的一個pair裡面呢 呃 呃 他會 他會 他會有隱藏一個 就是 反正你在這個state上面 這個state 就會有 隱含的一個叫做feature 就是特徵 那這個feature 我們上次 上次也有提過啦 feature 有很多的 他是要事先定義的 那 有很多的選擇啦 那是 包括上次有人問說他怎麼定義 其實就是說 看你 你能 你能 裝 例如說你的 呃 你的傳感器可以 可以得到什麼樣的資訊 你就去定義他吧 例如說 呃 這個state 他的高度 他的溫度 呃 他的路平不平是 是土地還是草 這些都可以來當 當做一個feature 但是 你定義的feature 也許 不一定就是說 一定會用到 也許 呃 這個 這個 路是草地或是土地 根本 對這個機器人的行走 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說他 也沒關係 你定了以後 只是說增加一些 計算的這個 浪費一些計算的地而已 那到時候他前面還有一個叫權重 那權重 直接對那個feature 就沒有 呃 可能是理不過說 就沒有一個權重的話 就 權重很低的話 就無所謂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叫做 fi 叫做feature feature feature matrix max matrix 就是 他有第一個 第一個feature 那在每一個這個 stay action 的這個pair裡面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是說 呃 假設我們有一個專家 或者說人類好了 然後他 會去做一個示範 那示範 目前我們把它當做外 那他示範 呃 會 他會 他會 假 假設說這是一個像棋盤那個 greed war 就是我們常常看到的 這樣子的一個mdp 那 那這樣的mdp呢 就 呃 不管是人類或機器人 你就是要去走過這樣的棋盤 到達一個重點 那這 這裡面就會產生很多人叫做 呃 visitation frequency 也就是說 訪問的停止 也就是說 呃 這個 這個專家 或說這個人類 他試辦的時候 他從起臉 然後 到第一個 呃 狀態 往哪個方向走 做什麼動作 這樣子的 所有的動作的這個 還有路徑的這個組合 組合起來 他對於哪一個動作 哪一個 哪一個狀態 哪一個state 跟哪一個action 做了 呃 反問的次數 就是說 有做這樣的動作的次數 那這個次數呢 就會 一直在 呃 我們這個IR IR裡面是 呃 會一直重複用到 所以說 呃 我們可能要對這個次數 要稍微敏感一點 所以 他這個 我們在這裡 我們直接把這個 這個 訪問的這個品質 呃 就是frequency 直接把他當 當成是一種 專家的路徑 就是專家他的stret tree 是怎麼樣 我們直接用這個 訪問品質的表達 對不對 然後呢 呃 由於他這個訪問品質呢 他 他 我們在把這個 那個 訪問品質乘以他的這個feature 呃 我們就 把這個東西當作 呃 他是 某一個feature 他的訪問品質 也就是說 呃 他本來 他是訪問這個stet 然後做了 呃 相左的動作 那這個 這個我們算 算成一次 但是呢 這個 這個stet裡面呢 他又 因為 為什麼他會訪問這個 這個stet呢 可能 背後隱藏的某個原因 是因為 這個stet他是 他的路比較平 或是他的溫度比較低 或是說什麼 這些的 這些的背後因素呢 都是叫做feature 所以我們會把它乘在一起 到時候我們會 呃 就 就 有可能去突出 哪一個feature 是 這一個機器人 呃 或者說這個專家 他 比較 比較不會去走 的 這個因素 那這個frequency 也是來源有自然 就是說我們 這個 這個slide 是那個 David Silver的slide 他也是 呃 他是在解釋別的東西 但是解釋什麼 我忘了 但是很想看到 就是說 呃 就是說你在這個 這個 這個很簡單的NDP上面 然後 呃 呃 所謂的 呃 stochastic 就是 隨便 你進去某一點 然後你要找他的b 找到value 例如說 b 那他在實際上他就去記錄 呃 b 他的 他的這個 結果 就是 所謂value就是 從你這一步 到最後 那種種的嗎 你譬如說他是A 那他 他 A的 A的解剖是多少 譬如說他 他是用統計的方法 呃 A 0 然後b0 然後 呃 有經過了好幾次 到b都可以到1的 然後 又一次 b0 所以說這整個加起來有8次有6次 是b 是等1 所以在這個圖裡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 呃 8分之6就是75 百分之75 那 呃 在那個State 他給你的那個Value function 呃 那個Value Value function得到Value 你就 你就把它做統計 它的次數的 機率 就 就可以得到它的那個 呃 它的R是什麼 所以這個 呃 多半就是 就是說 這個從 用這個 Frequency 就是說剛剛說的那個 Count 呃 用計算次數的那個 算法 是從 呃 不是說從這邊發明的 就是說 本來就有這樣的算法 那 在這個 呃 我們 現在要用的方法裡面 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 我們會去找一個Veture Ve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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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你在每一個State上面 就是State 1 2 3 4 到7 到8 這樣 每一個State 原來我們看就是一個圓圈 但是在這裡呢 我們這個 每一個State呢 我們還可以 去看它背後有什麼 有什麼因素吸引著這個 這個機器人 或者說吸引著這個專家 他要走 走 走這條路 他的 例如說 呃 綠色代表 呃 路是平的 呃 紅色代表是 障礙 呃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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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水坑的路透 這個 feature 我們是由我們自己可以去定 那 他經過了 他的示範路徑角落是這樣的話 那他經過了這個 比如說S1 S2 這樣子 到了S8 那 經過了哪一些的 feature 譬如說 綠色的 feature 我這個本來是 有顏色的 看不出來 綠色的 feature 他經過了 這麼多 那這就是 叫做綠色 feature的 嗯 feature man 然後 這個 黃色的 有 有這麼多個 那就是黃色的這個 feature man 那就是黃色的這個 feature man 就是說每一種 feature 他有一個 一個 feature man 那你這個 feature man 那你這個 feature man 那你再去成語他的 反問的次數 那也就代表這個 這個示範 這一次走的這個路徑 他的一個 呃 呃 呃 所謂的 平次向量 那在這個 那在這個 雖然啊 我們剛剛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 那個 我們那舉證是 XXA 不過因為 我看 就是說那論文裡面 或是很多其他地方 他就是 他就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做到三維啊 因為把XXA 就直接把它剪開成為 每一個XA這樣 呃 呃 所以說 呃 這個你可以給他看成 像這樣子的二維 然後 呃 呃 有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特徵 那經過 這樣子的相乘呢 嗯 呃 經過這樣的相乘呢 呃 呃 這個 這個部分 就是 呃 這個 這個部分是F 然後這個是MU FMU 這個是一個F FY 然後呢 乘以剛剛上一個 這個 呃 這個 這個F F乘以MU 等於這個 F5Y F5Y呢 就是 呃 這個 所謂的這個 叫做 評測向量 那這個評測向量呢 代表了 哪一種的 這一個 Feature 被訪問了幾次 然後再去乘以一個W 那W就代表了 在每一個State上面 他的 對於這一個 這個Feature 他的選中 那這樣子一乘以後 你在每一個 每一個State上面 你就可以把 那個 這兩個相乘就是R 你就可以把R商寫上去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Revolve Function 那這個 這個圖 我覺得畫得非常好 這是階層床的那個 這個演講 呃 這個圖非常直覺 比我們剛剛 比我剛剛畫來的 還容易走 他就是說 你在這個 環境裡頭 那 呃 每一種的 Fature 比如說他有 石頭的Fature 有樹的Fature 有這個 有這個普通路的Fature 有這個土地的Fature 有這個土地的Fature 呃 一般的 模仿的 行為 行 所謂的 不太別的 Crolling 行為模仿 他就是 他去 他去學那個 示範者的 那個Policy 那學示範者的Policy 其實也不是什麼 不好玩 但是呢 呃 你 他學那個Policy拍 那 這個Pi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 一切都上 一切順利的話 就是說 你學的都是 呃 由A到B點 示範是從A到B點 你走的也是從A到B點 都不會有任何偏差的時候 那 你就按照原來的Pi走 很OK 但是如果說有任何偏差 那例如說說你有什麼Dynamics 是會把你引到別的地方 或說 偏離了你原來的 該走的路 你到了這個 你沒看過的這個地方 這個State 你會 找不到 這個專家給你的這個Policy的Requence 也就是說專家沒有示範過這樣 你沒有看過這樣子的路 那你也不知道你這時候該怎麼反應 所謂Policy就是 告訴你 你在這個State 你該 你該向左轉 或是該抬右腳 該抬左腳 但是問題是 你沒有到這個 到過這個State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去去補他 所以這IIL就是 呃 不去模仿他的Policy IIL就是直接模仿他的 是模仿 直接把 直接把這些 呃 Future 呃 Future Mind 去 組成一個 呃 Reward Function 那這個Reward Function呢 他 放到每一個這個State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每一個State上面 如果是怎麼樣 那這個機器人或是說學習者 他就 按照正常的IIL 的方法 該怎麼走就怎麼走 所以他到了這個沒有 甚至示範者沒有去過的地方 他依然可以就是 呃 依照 RL的這個原理 去 呃 往 Reward最大的地方去走 嗯 等一下 我問一下 有點搞混 你就是說他把示範者走過路的每一步 去做Future Map 對不對 呃 Future Map 本來就 呃 就是 本來就 就是 存在 對 那Future Map 是不是從走過的路來做Future Map 呃 每一個State都有Future 對 然後呢 你這個Future呢 到底 影不影響你的這個行為呢 你不知道 對 那經過專家示範過一次以後 對 你可能可以在專家示範的路徑裡面 發現 哪一些的Future 對 他總是一直出現 嗯嗯嗯 那總是一直出現呢 怎麼知道我們就算他次數嘛 就是Frequency 就是剛剛說的Frequency Cal 嗯嗯 然後算出來了以後呢 嗯嗯 嗯 你再去 把他丟回這個 丟回這個 丟回這個 MDP裡面 MDP有很多State 每一個格子都是State 嗯嗯 那你這個 每一個State 他 他的這個 呃 權重又都不一樣 嗯 不是做權重不一樣 就是說他 他 他還有一個權重 就是說 呃 對於這個 每一個Feature 還有一個權重W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去求這個W 然後乘以這個Feature 就是他的Reward Function 再把這個Reward Function 丟回去每個State 嗯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 就 那個Reward Function的結果 就是 就是每個State的R 那你 那你 這個 這個步 呃 所在那裡的部分上面 那是 最好的部分上面 對 我現在就是 有一個 主要的觀念搞分了 就是說 你 你原來是有一種 學習 你就是光學專家的動作 對不對 你原來如果是那種學習 那可能就是 照你講的 那個專家沒有走過路 他就不會去走 對不對 那你現在也是 就是加上DQMAP 再加上MDP這個東西 他就是看他 他去做一些判斷 專家沒有走過的路 然後會去嘗試 對 我現在是在這邊有點 沒有抓到重力 他 他會不會去嘗試那個就是 MDP那邊的事情 就是RL這邊的事情 對 那個我們這邊就不管 我們只是把那個環境把它做出來 對 我們這邊IL只是 把 你原來MDP 你原來的這個 呃 這個期盤好了 對 你是沒有R的 一開始的時候你可能 不知道R 或者說隨便亂用一個R 然後讓他去跑 那我們 一直 不斷的去更新 這個reward function 讓這個R呢 他的分佈 能夠 然後 使你走出來的路 是最像專家走的 所以這邊的那個Future 譬如說第一個Vuture 是在每個State都是一樣 這第一個Vuture 對 它是同一個D 對 那像你如果這個圖來講 他所謂的State 就是我是每在的一個點 就是一個State 他這個State 就是抓Location 就是Location 對 對 對 他那個Future 轉成reward 那一邊 就是假設以這個圖來講 他的Future 轉成reward 他是用 他的Future是 Aα i 5x 對對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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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ha只是他的群重 就是他等一下我們都用W 他是 他只是對應著每個State的群眾這樣 那基本上 就是今天的IRL 我們今天講這兩種IRL 那在這裡就是說還有一個 要講的就是那個Loss Function 其實我們可以先看一個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到時候 這個算是專家的 專家示範的 我唸一下好了 我們要找出一個最佳的report function 其實就是這個 然後呢這個 不是這個report function 裡面找到一個最佳的MU 也就是這個MU 然後這個MU呢 他使的這個report function 是最接近這個 專家示範的這樣子的路徑 然後就是說 這裡還有一個Loss 所以Loss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剛才是 我們剛才是 就上個月講的那個 學圖式的 他是有一個專家跟這個 跟學習者的一個差距 然後他差距 我們把我們把它叫做T 然後這個T 我們盡量縮腳 我們去找到T小音 某一個Epsilon 我們就可以停止了 表示夠接近 但是他這裡呢 他是 他專家跟 專家的路徑 跟這個 跟這個 學習者 就是說機器人的路徑 他呢 他這個路徑叫做 Loss function 那我們用L來代表 那這個路徑呢 他是這樣寄的 就是說 如果 這裡有一個L 這個L叫做Loss L就是 如果這個機器人 或者說學習者 他走了一個 專家沒有走過的 那個 那個State 或者說 他到那個State 他做了一個專家 沒有做過的 就示範 示範者沒有做過 這樣的動作 我們就把它 我們就把它扣分 其實不是扣分 我們就把它加贏 就那個Loss把它加贏 然後我們就不斷去 把Loss加贏 你們說他們這個 這樣的Loss 他叫做 有一個專業名叫做Loss 這也是從哪一個人的原價看過來的 OK 那這個 那這個 所謂 Maximize 的Margin就是說 接下來就是會有一點 有點壓力而已吧 就是 大概就是盡量是 運氣 運氣大顆 其實 其實 其實我們 就是 我們主要 你從 如果做過SVM 其實主要就是 去 那個 W 那 其實我 我從這一步 我就已經被卡過了 為什麼是 為什麼是 2分之1W 而不是 因為我們要 Maximize 2W 然後就是 minimize 2分之1W 這個 Node 那 我這裡都有連結 如果 有興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 因為 SVM 確實有點難 所以 我 不會太糾結在 SVM 但是 如果大家對 SVM有興趣可以 一出來討論 那他有一個限制條件 就是 呃 專家的 這個 呃 專家的這個 理過方向 必須要大於這個 你 學習者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就是 基本的 基本的這個 我們現在要做的 問題 我們要解決問題 就是這樣子 但是 你覺得這樣子 應該蠻簡單 可以做出來 不過 課本他就偏偏要寫成 這樣子 就不是課本 就是那個論文 因為 像這樣子 可能我們很多人 就可以 覺得 就 普通的SVM 就被搞定 他就 偏偏變成這樣子 所以 我們在這裡 就 也 也是 也是被 打關了很久 就是 多了這一塊 然後 這個倒是沒什麼 那這裡有一個篩 那這個到底是 叫什麼意思呢 前面倒是沒什麼 太大差異 就是說 後來 我才發現我 SVM也沒有學完 因為我沒有學過 Solve Margin 那其實還有Solve Margin 那這個 剛好就是Solve Margin 那在這裡呢 它這個 它這個篩 就是 slap slap variable 我相信很多 以Solve Margin 這個SPA 也學得很好 那 當然 還有一些參數可以調 主要 主要是 對於這個 違反條件的 這些 作品東西的 這個調整的參數 那 從這裡可以看到 就是說 呃 我們只能 只能允許 使專家 reward 大於 機器人的reward 加上某個loss 差距的 這種大 然後 此外就是說 因為 因為這個 f 跟l 都是 都是線性 所以呢 我們這個限制條件 它就是說 專家 然後加上一個 slap variable 會大於這個 呃 呃 學習者的 的reward 加一個 loss 我們去maximize它 這樣的限制條件 它把它 把它 給這個 分開 分解開啊 就是說 呃 這個本來專家的路徑 這個 f of y 把它解開成 f feature 這個 feature 乘以這個mu mu就是次數 feature 就是feature 的那個 方形 那 這樣子呢 呃 因為 都是線性 所以可以把它 分解成這樣 那另外 在進到下一月之前 我就 跟大家 先 額 順便提一下 就是說 因為這個跟sdm 有蠻大的關係 如果 因為我剛剛有發給你們這個 呃 pm 如果你們想要 了解一下sdm 就是這幾個 呃 示範還不錯 尤其我這裡面也有很多是從這個 什麼天空之城那邊去看 那sdm的部分可能就要 因為太難我沒有能力交 就是說 等一下請大家自己 多了解一下 那其中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trick的地方 trick的地方 就是說 有一個叫 bellman flow bellman flow就是說 你從 x這個狀態 x這個狀態呢 到xplum的這個狀態 他 他的 他的 反位的次數 其實就是等於他的這個頻次 乘以這個 x到xplum的幾率 然後再加上呢 本來就是 在這個xπ的這個 狀態起始的這個次數 就會等於xπ狀態的 總次數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呃我們現在算那個xπ 那個狀態 那個state xπ的 呃 x不是 xp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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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state的總次數 就是等於 我從xplum 當作起點 我如果從這邊當作起點 那就算1 那如果我不是從這邊當作起點呢 我就是從我前一個state 到這個state 的次數 那前一個state 到這個state 又有一個機率 就乘一個機率 所以說 前一個state 到這個state 的次數 加上 以我自己當起點的次數 就是我自己的次數 所以這就是一個 Bellman flow的這個 算法 這個是一個基本條件 就是說 不能違反這個邏輯 所以 所以 呃 如果 會 就是 會收 收 收 收馬錢的 就知道要用 Duality 如果 呃 還沒有 像我一樣沒有學過 收馬錢的 就 可能要 麻煩大家看一下剛剛那個網站 那 Duality 也是 呃 大概 recall一下大家的回憶 就是 反正 會有一個原始規劃 一個 對我規劃 那 這個 我們就拿原始規劃的這個 係數了 當作對我規劃的這個 限制條件 對我規劃的係數呢 呃 原始規劃的這個 限制條件呢 就當作對我規劃的係數 這就是 基本 Duality的做法 那 現在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又加 前一夜又加進了這個 這個 這個Bellman flow 這個 這個條件 Bellman flow 是必須要被 滿足的 就是說 它是基本的 因為 呃 因為這個 次數一定是這樣子 一定是這樣子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你必須 基本上要滿足 這個Bellman flow 那滿足Bellman flow 的時候呢 我們把公司 就是代換一下 等一下 我這邊有點沒跟上 就是說 從Soft SV Soft Margin SVM 到這裡Duality 大概可以了解 那中間 跳出那個Bellman flow 那個是 那邊的重點 重點是 為什麼 跳出這個Bellman flow Bellman flow Bellman flow 是一個基本的條件 就是說 這個 這個邏輯 這樣子的邏輯 你是必須要去滿足 就是說 你的品質一定要 是 滿足這個邏輯 你不能說 呃 我 明明 沒有 沒有任何的機率 來到 我這一個 X X 這樣的State 然後你也記我 記我什麼幾次這樣 或者說 不記 我明明有 有訪問過這樣的State 也沒有記 所以說這個 這個是基本 一個 基本的邏輯 就是我們把它當作 Constraint OK 欸 這個Flow 這在前面的章節 有出現過嗎 其實他只是 這個也沒有 他只是很清楚 你第一個 他的News 表示就是說 在Xa的時候 他出現多少次 出現多少次的時候 假設他 Xa發生多少次 好 當你每一個 Xa發生的時候 他會下一個階段 會跑到 X'的機率 就是P 會相乘起來 那就是表示 本來是在別的State 採取一個Action 跑到這個X'的次數 然後再加上說 自己是一開始 就從X'開始的次數 所以他整個Total 就是一個 μ的 X'的這個 次數 這個就是次數 對啊 其實這個沒有 沒有特別要算什麼 這只是一個邏輯 就是說 必須是這樣 他要用這個 來解釋 這就是 學習過程 要符合這個 限制條件就對了 對 這只是一個 這個學習過程的東西 去加到Soft的 Margin還是VM裡面去 對不對 是啊 我們在這裡 我們就把它 把它加進去 我看這加在哪 剛剛 剛剛的問題呢 剛剛的那個 constraint 那個限制條件呢 我們就 follow那個 9二級的這樣的 這個兩邊的換法 就把它的那邊的 這個 所謂的 技術 拿來 當成它的 限制條件 那這一邊呢 這邊又有一個比較 神來一筆的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它的來源是什麼 但是一個 神來一筆的發明 它這邊的 它這邊的 S呢 它 它去乘以一個 這個value function 就是 就是我們 RL的value value func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這個S 它就是大於的 這個 它的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評刺 轉過來的 這個 評刺應該是這邊的 限制條件 但是它 現在 它把限制條件的 它把限制條件的 這個 限制條件的這個 這個結果 當作這個 對偶的這個 係數 就是 發了這樣子的原則 但是它 可以逼這個事情 就是 我比較 我比較 我比較難想像它 是怎麼樣想出來 但是是 邏輯是對的 R 也就是說次數 乘以那個B 等於 就是等於X 而且 也就是我們的 所謂的R 那個 那個State的B 然後 乘以平時 這樣 所以 在這邊其實 硬要去解釋那個 MDP那一邊的 解釋方法 比較難 它這邊其實就是 純粹這種數學的推導 但是推導的也 也有一點道理 就是純粹用句話題 推導成這樣 你追上面那個交叉的箭頭 是什麼意思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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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友的算法 隊友就是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隊友 我去查 KKT KKT 對 你就常查這個 KKT 這三個英文字 結果會跑出來 從這邊 跑到這邊 隊友其實 其實也很多 大部分人會忘記 就是 那個 也有連結可以讓大家參考 好 因為也有 其實 不是很常用 所謂隊友的目的 就是要去做 剛才說的 soft margin 其實隊友就是說 你有時候 你這個 怎麼解釋 你這球不出來 有球 這個也是一樣的意思 它是一個 它除了隊友 就是說你在這邊 你沒辦法解 你把問題丟到另外一邊 你解另外一邊的問題以後 即使你這個問題就已經解能 就是假設你可以丟到另外一邊去 然後有比較好解決的話 對 所以它的 我是 我沒講 它這裡的目的 就是要達成前面的 soft margin的目的 是不是 soft margin只是在SVM裡面 它有SVM的比較特殊的形式 就是SVM加上一個soft margin 對 soft margin那個 就是一個有一點複雜 然後就是說 我大概很簡單的介紹 因為SVM很難 對 就是說 有soft margin就會有hard margin 那所謂hard margin的就是說 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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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你那個 我們要分 我們就是想要把 把 那些數據分成兩類 這邊我大概有 對不對 那你 hard margin就是說 你要分得很清楚 你不能 圈插一定要分出來 對 你不能有 不能有分過去的 對 你soft margin就是可以分過去 對對對 soft margin就是你加 等於就是你加上一些模糊嘛 對不對 有些圈圈在那邊 有些插車在那邊 就是 去調鬆這個塞嘛 這個塞嘛 對 第五是為了要解 要解釋問題 對 要解釋問題 要解釋問題 就 反正這 這個有英文看數學 都是因為 收法學那邊 蠻蠻困難的 不是說 要解釋 原本最大的編輯 所以那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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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最大 我們知道 讓那兩個分隔線 是最開業的狀況 就是這樣 這個問題今天很難解 那所以他才找 那個 我記得 我記得那時候學的是這樣 第五是 對對對 所以 呃 最後我們就把 問題可譬就是這樣 那 這個就是 呃 最 最後 的一個 他目標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看起來也很複雜 然後 我一直沒有 把那個 獎益發出來 就是說 剛來的他在寫的 就是說這個 這個問題 可能 呃 再給他走了 本來要請教他 反正就是 很難的數學啦 那 就是 基本上他 這個 這是QP啦 就是二次的規劃 那在QP呢 就是說 呃 我 我做法 就是說 就是 他三個 把它做成一次 然後去 對於 對這三個去 去圍 去偏圍 然後偏圍出來 結果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 如果 如果 你沒有興趣 去圍圍看 如果這個 這個算法 結果 結果 是錯的 請 馬上提出來 然後我們把這段影片剪掉 這個 我自己 這樣子 圍了三次 答案都不太一樣 所以 那個 有發現錯的 馬上告訴我們 把影片剪掉 然後這個 呃 我們主要就是說 這樣子做 QP 就是 本來我們求W 然後 呃 這樣子 然後 偏圍完了以後呢 就會做成 呃 某一個 某一個 這個 Y的 Y的這個 Y的函數 函數 Y是 Y其實是這第二項目的 這個 一般 一般他們都是用 浪達 呃 就是他的係數 然後呢 QP 就還沒有完 QP他還要 丟 丟到那個 QP的收盒裡面 你還要去 把剛剛 就我剛剛講 你本來在求這個W 然後呢 經過剛剛這樣子的 一般 這個 Lagrange 跟這個 編維以後 就變成 某個 U 然後呢 有好幾個係數 都是 矩陣 然後你要把這 每個矩陣 丟到 你的 呃 所謂的QP的收盒 那 老實講就是說 我在 我在 那Python裡面 也找了一下 好像也 也找不到 不過這裡也有 連結就是說 對QP的時候 可能有 有興趣 有需求的 你可能要 看我的連結去找一下 那畢竟反正這裡 都是在解數學 那QP他 他是 反正 是我們 這個問題 需要用到的 你就只好 去解一下 這個地方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 呃 這個連結裡面 有告訴你 QP大概是 怎樣做 然後 我不知道現在這樣 大家 能不能看得到字嗎 我 我現在看得到最好的 我也沒看過幾個 就是說 比較好的是 這個好像是 從那個 MapLab 上面 弄出來的 他的QP solver 他的寫法 竟然可以 不用剛剛那個 把什麼 W 轉成 一個U 然後U還要去 找那個 所謂什麼H H的 矩正 H的矩正 他 他 他就直接 平鋪直序 照著這個問題 直接把 直接這樣子 敘述 什麼 什麼 這個 相同的東西 我 好像還沒找到 拍攝版 就是說他有一個這個 叫做什麼 什麼 CBX 然後呢 你看他有多 多平鋪直樹 他在這裡就 直接 什麼 minimize 什麼 什麼這個 W加 N分之 這個什麼 Sound S 然後呢 Color constraint 呢 Constraint 他就直接這樣子寫 我看看哪個東西 例如說你看這邊 Constraint 他竟然可以直接這樣寫 什麼 W Mu tron 乘以F 加L 這個這個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就是說 我覺得他這個 好像可以蠻平鋪直樹的 就直接把東西往裡面丟 他就直接去幫你搞定這件事情 不過我覺得也應該要這樣 反正既然解法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不幫我們解好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說 就剛剛那個QP其實也很難 那 不用QP就是 sub gradient 那sub gradient其實也沒有 簡單到哪裡去的 那就是說 我們去 把 剛剛那個問題呢 把那個篩呢 做成這樣子 就是其實代換一下就可以做成這樣 然後呢 去 你去看這個篩這邊 你對這個篩 我們把它做成一個 這裡有去乘以一個 Landa Tile over lambda 使得上面那個柿子 變成下面這樣 OK 然後在這個 這個 C上面 我們去 sub gradient也是一種篩微啦 只是說他那個 他那個 空北 那個 凹不是 不是很平滑 就是有可能參照很多別的其他東西 所以呢就是 他對於這個 W也去做一個偏圍 圍出來的結果呢 我們在這裡其實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是跟那個 MU的浪達 MU的 MU的 兩個MU相解有關係 那所以說其實 他的sub gradient 就是代表 就是說那個 兩者的差距 就是說 專家跟這個學習者 他的兩個這個 在這個評次上的一個差距 所以他這整個這個Origin呢 他就是說 呃 主要是 我們現在說是 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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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 做了 得到了這些的 得到這些的這個 訓練集以後 呃 所謂訓練集就是說 你這個 專家示範過了 你的這個 季節能力跑過幾次了 當然都不需要跑多漂亮的 你去 把這些 該有的 該有的這個 數據先 先收集完 比如說 dj 跟這個 評次 你跑的評次 loss 就是跑錯的 那些美體的次數 loss 還有就是alpha alpha要不要自己定 那 這個alpha 到時候 待會兒會用到 就是說 你去 你去跑 用sup gradient 去逼近那個w 那你每次 跑完一次 你 這個w這邊要更新 就是用 那個sup sub gradient 我們剛剛說到 sub gradient 跟兩個 就是 專家跟這個學習者的 評次 的差 有關 然後 成語你的這個alpha alpha 這個是剛剛說的learning rate 就是固場 然後 這個其實剛剛跟上一節的 公式是非常像的 就是 這個 原來的w 原來的群眾 減掉某一個比例 就是不長 然後跟 後面就是差 就是 專家跟這個學習是很差 然後你自己是去更新啊 那這個 這個alpha應該是 可以 可以手動調整 因為你sub gradient 就是 他也沒有辦法 保證你 找到最低低 最低低 最價值 那可能是 你可能不長 有時候 到處亂找 那你這個 找了梯輪的以後 大梯輪的以後 再把這個 w放 放回這個rl 去 mdp裡面 因為你有了w 就是代表你有了美國放學 然後放回這個mdp裡面 再去找這個 方式 ok 那我們解釋一下 剛剛那個w w他這個圖畫得很棒 就是說 專家就是這樣走 就是很正常 然後這個機器人呢 或者說是學習者 他就去撞到一次數 所以說他撞到那個數 他在那個 數的那個feature map 數的那個feature map 上面的w 那個蠶數 那個那個卷奏 就去剪掉一個rl 他 講說不是數 他撞到石頭 數他撞了兩次 那就是剪掉兩次的rl 那請問一下 所以我剛剛一直搞 所以那個feature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的feature 就是只有他的 就是周遭的環境嘛 對不對 你決策沒有在那個feature裡面嘛 決策 就是比方說 你跟他學習者的 那個專家 那些決策的東西都沒有在 沒有 沒有 對不對 決策 決策就是 在這裡面決策就是那條路徑 對 就是說從rl那一邊 得到的結果 對 是一個policy 那個policy 在我們這邊看來 就是那一條路徑 然後那一條路徑 然後那一條路徑 其實你再詳細看 他就是代表次數 你代表哪個地方的次數 哪個地下上面的次數 哪個地下上面的次數 所以大概 NMP就是說 當然前面 他是一個循環的啦 你前面你可以從 你我發覺哪一邊開始 你這個 這我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那個 至少那個寫程式的那個 他們是 是從零開始寫的 那 專家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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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徑 那這個路徑呢 你就搜集到 觀察到 就是知道他的 每一個state啊 或者他 他的那個feature的 訪問的評次 然後你的 你自己的機械人 或你的學習者 你去 你去每一次跑的時候 你就 會去比較 你的 你的評次跟他的 專家的評次 他的差距 那 這個差距呢 你不管是丟到這個 QP 或者是 subgradient 去 去算他的 W 那W算出來以後 你就會有一個 Revolve function Revolve function 你再丟回去這個 RL MVP裡面 去跑他的 Logy 然後 你可能不會 就 就成功了 你可能就是 還要把你的 OpMapos 再丟回來 這個 丟回來這個 IRL 再去把那評次 抽出來 然後再 再去算 重算 一直去把這個 W去 去 更新 去 優化這樣 OK 所以 MMP大概 我們剛剛就是講完 他也是 難的地方 並不是在觀念 在於這個 SBM 這個 Soft margin QP 這幾個東西 什麼隊友 這個真的會 因為 我相信大家 很多人以前 以前學過啦 不過就是要複習一下 那個太難記 不太有 我會一直記著 這個 我們再來 第二個 就是說 叫做 叫做 Maximum Entropy 這個 這個 那 這個 在講這個 Maximum Entropy之前 我們先講一下 Entropy Entropy 是 他是 勒力學定律的第三條 叫做 Second Law Second Law 看看 看看 因為 因為有第零條 那 其實 這個是 一個 我認為 是物理學上 蠻玄的一個 理論 那 相信大家也都學過 反正就是很多人 稱為 在安卓比例下 稱為 時間之劍 有的時候什麼 時光已是不再回 跟時間沒什麼 不是這麼有關係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什麼覆水盤收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冰塊 融化了 就不會 自己 這個 為什麼這個 杯子或盤子打 打碎了 它就是碎了 你有看過杯子或盤子 它又 自發性的黏回來嗎 不可能 所以說 這個 樂力學第二定律 這個 第二定律這個句子啊 有很多種 其中一種就是就是說 這個 entropy 它是永遠是增長的 永遠大於等於0 可以等於0 但是它不可能是負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一開始的時候 在熱力學上面 它只是說 有兩塊金屬 一塊是紅的是比較熱的 然後那個 那個藍的是比較冷的 那你把它貼在一起的時候 那就會有一個熱量Q 從紅的移到 移到冷的 從熱的也要冷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中間的這個 entropy delta delta s 就是 等於這個 Q Q Q T2 其實這個事情應該是說 Q over T2 這個 Q over T1 就是說 T2的 T2的entropy 跟這個 T1 那一種 相加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從這個 你從這個 你從這個式子看起來 就是說 其實T2 它是比較冷的 它的溫度一定是比較低的 比較 溫度比較小 T1是比較大 那 那個T2 它 它 它是在分母 它比較小 就是 表示 它 Q是一樣 它 它分母比較小 表示它比較大 然後 這個 撿起來一定是正的 一定是大於的 那 這個是很普通的詞 最重要的是 它不可能 很小 它就是不可能 不可能 有 自發性的 有 這個 熱 或是能量 從這個 低的溫度 往 溫度去 去 去出送 你說 奇怪 有時候 有那個 冷氣 我們可以把 把這個 低的溫度 往高的 就是 冷的氣往高的 這個房間裡面 去送 那個都是 不是自然發生 我們現在講就是 完全是必須是自然發生的 那 這個 entropy 就是這樣 所以說 有很多的事情 它就是 一定會 往 隨著時間 一定會往 亂度比較大的 方向去發展 所謂亂度比較大 就是說 後來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實驗 他們 因為隨著這個 歷史 這些人 去 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去研究 就 進入了比較小的例子 這個狀態 那當然 你說這兩個 假如說這是金屬 好了 可能它裡面有這個量子的 這個 分布 那個可能 他難懂 一般 一般我們看到的 多半就是用氣體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示範 我大概 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說 呃 假如說有一個氣體 呃 有一個氣桿 就是 反正有一個容器 然後裡面有四個 四個分子的氣體 那 呃 四個分子的氣體呢 呃 它如果 我們看這邊好了 比我比較近 那就是說 它如果都是在左邊的話 呃 這是一種 一種狀態 就是說 四個 四個分子 取零 坐在左邊 如果 如果是那個 四個分子 它有 其中一個在右邊 哦 這是我們畫一個虛線 不代表真的有一個格板 它有一個在右邊 就是我們 西式曲 這樣子整個機率的分布呢 呃 一定會是 呃 平均分布的機率是 一定是比較大的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 統計的 統計 統計力學 那所以說 這個波子 波子曼 他 在這個商的上面 他就發現 因為他自己也 刻在他的墓上面 就是 呃 有一個波子曼長數 他 他發現就是說 呃 這個 分布永遠會是這樣 永遠會是 呃 最平均分布 那在 另外一方面來講 也就是 就叫做是 最亂 亂度最大的分布 呃 會是 機率是最高的 那像這種 這種叫做 亂度不高的 也就是說 例如說有一個班長說 所有人到這個 左邊來集合 然後 分子 分子氣體 就全部乖乖集合到左邊去 你們覺得有可能嗎 這 可能性是 微不其微 所以 平均的 亂18大分布是 會是最高的 OK OK 那其實我們 應該會是 用到 這樣子的分布 的概念 那 但是還有一種叫做 呃 information entropy 因為這也不是我專業 我就順便提一下而已 那就是說 例如說 有 有 有圈X 那圈X呢 其實它 呃 你要代表 這兩個東西呢 其實你用一個bit 就可以代表 你比如說 你這個bit 它有 二位的bit 它如果說0代表1 然後 0代表X 圈 然後1代表X 你用一個bit 就可以 去傳遞 呃 呃 去 去傳遞這樣的資訊 那 這裡有一個公司啊 就是說 呃 information entropy的公司 是 呃 負的 這個 機率 probability log 體力 它的 帶進去的 這個 呃 entropy是一樣 如果這有八個符號 八個符號 其實你就必須要有三個bit 去 去代表它 例如說 呃 減號是001 圈號是010 X號是011 這樣子 你就 呃 用三個bit 你可以代表八個東西 呃 他的entropy也是 就是這樣算 但是這兩個 你就可以發現 反正 呃 每個都代表八分之一 那個 每個都代表二分之一 是因為他們的機率是一樣的 但是你要遇到一個機率不一樣的 譬如說 呃 75%的X 然後25的圈 他的狀態 他的排法就是像 變成像這樣 三個差一個圈 那三個差一個圈呢 那三個差一個圈呢 你用 因為bit 等於這個log 呃 機率分之一 就是機率導出 他 這個帶進去 他 他們算出來的X 他是0.41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呃 entropy 他是 機率 log 機率的 總和 付的機率 log 機率的總和 你把它總和解 他就0.81 那這個 這個為什麼要算這一個人 其實可以跟這個 前面一個人是對比 就是說那 第一個他也是全差 但是因為 尤其他是平均分 分布的就是50 50 50的機率 他的load 10 到達1 但是 如果 有一個 這個是 75%的差 25%的圈 他的 RHB的 是 就 不道理了 就有點 分布 也就是說 呃 這個 這個分布 他是 呃 越平均的 越這個 亂度越大的 越 沒有 Disorder 他的 HB是 最高的 如果他已經確定了 有75的 X 只有25的 他HB就下降 OK 所以說 呃 為什麼要用 這樣的entropy的概念去算 這個IRL 就是說 我們之前的算法 都會有一些 例如說 全部是0的 我就是說 把 NDP每一個State 我都填0 這個 reward 絕對 不會有什麼錯誤 就是 也 也可以符合專家走的路徑 然後 那個路徑也可以是 Optimal Policy 但是 這樣子等於是沒有用 因為 你全部都是0 你根本就不用去 或者是說呢 呃 你專家 你做的示範路徑 可能只有 只有少數幾個 呃 畢竟專家示範一定不會 不會很多啦 那個 學習者 或是機器人 你示範的一定會比較多 呃 那個是去訓練的那個 機率一定會比較多 那 因為那幾個路徑比較少 專家那幾個路徑比較少 你會造成有可能是 overfield 那你的overfield 那你的overfield的時候就 呃 就是我們這裡講的 比如說 呃 ambiguity 你不知道到底哪一個 才是對的 好像這個也對 那個也對 所以呢 呃 我們要 想要 消除這樣子的 奇異的問題 我們用 我們用 就是用這個 最大長的方法 把專家的 那一個 呃 路徑的 機率我們把它 變成是 當中最高的 那這個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 呃 最大的 entropy的這個 這樣的路徑呢 它代表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它並沒有什麼 特殊的 也很好 它代表的是 這個機率是 相同的這個 相同的這個 它的機率應該就是 一樣 還有 其他兩個呢 應該是 呃 等一下我們 這個 介紹的過程就會看到 就是feature跟這個 feature它會 呃 學習者的 feature應該要 去 去符合這個 示範者的feature 你 但因為你在學習 示範者 然後有新的 新的reward產生 新的reward function 產生的時候 呃 就 其實就是 其實放到 放到這個 NDP裡面 跑出 ultimate policy 然後一直不斷去 更新這個道別 這個跟剛剛的 這個 邏輯原理差不多 很多 那這個 呃 這個 做法呢 有幾個 比較 重要我們先提一下 就是 反正這個空間裡面 有很多各種路徑 那這種路徑呢 裡面會有一個專家的路徑 就是說示範 這個 專家示範那個路徑 它的機率呢 是 p offside 那 它 跟這個 r 也就是說 它隨著r r就是 r就是這個reward function 隨著這個reward的增加 它的這個 p這個機率 它 乘此處的增加 比如說它 這裡有一個正 移的r 翅膀 它是乘此處的增加 就是說我們想要營造一個 呃 這個專家的這樣子的 路徑的這個機率 比其他不是專家的路徑的這個機率 高的非常的多 是以指數的這個型態 呃 來 等這個比例 來增加的 所以呢 這個整個問題呢 其實我們就變成是這樣子 呃 這個就是我們主要的問題啊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要去maximize 一個 maximize 一個 呃 專家的這個 probability 這是一個商的 呃 公司的 就是負的 機率 low的機率 然後我們去maximize 它的 限制條件就是說 呃 這個專家的 專家的這個 路徑的 probability 乘以這個feature 就是專家的feature 這些句話好像有點沒話 然後所有的機率加起來是1 那這個圖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怎麼樣去解釋這個 maximize 但是一直沒有想到比較好的 自己本來的 什麼 呃 它的路徑會有點像這樣 就是說它自己 我們 好像在一個地毯上面把 它的路徑把它 捏高一點這樣 那 呃 相同的路徑 相同的reward 路徑 也會有 也會有相同的機率 那另外一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用 我們會用這個maximum entropy 就是說 如果你不用的話 你用亞圈貝詞的話 你看這個圖 它也許從A到B 它這個過程 它會先在 呃 三 三這個地方 先選擇一條路 那先選擇一條路的時候呢 呃 走到三的這個 機率 就是有五十 有兩條路 兩條選一條五十 嗯 接下來 它走另外一條這個五十 到了二這邊 它要選擇 它要選擇一條路 的機率 就只剩下二十五 那其實呢 有可能這三個機率 應該是要一樣的 所以我們用那個 maximum entropy 的 的這個 呃 解法式 會是 三個機率會是一樣 好 那就是再進入數學吧 就那個 呃 這個前提只是把它列出來 大家看一下就好 就是說 呃 專家的 專家的feature 也就是它 它跑過了 示範過了M次以後 它平均的一個feature 那reward 比較重要的可能要記一下 就是 這一般我們寫r r r 那就是等於一個c time 呃 乘以這個f 那 呃 我們這個 總共 一直要求的句 就是這個c time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剛剛講過 就是 的總和 就等於f 那 這個我們剛剛也講 就是它目標 目標的問題 就是 就是 求最大的一個 entropy 然後限制條件 是這樣 所以 一樣 跟剛才差不多的 就是說 把它 打grunge 那 這個 我特別用了 不是用alpha 就是用的c打 好像怎樣 會比較 比較好 電韌 那 到時候這個beta 就會被 呃 beta會變 我們先打grunge以後 然後我們對這個p做微分 偏微 那偏微了以後咧 就是去找它的這個 偏微等於0的就是 反正就是它的 最大的最小 最大的 然後 你可以找到 你可以找到這個p 等於這樣子的 呃 其實p等於 從這裡算出來p等於這樣子 這個可以 可以有封蓋按摩 可以看嗎 現在很快 那你可以把 你可以把其中這個 呃 1的 1的這個e- beta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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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把它當作一個係數 因為你也不想知道它是什麼 那這個係數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叫做pubition function 那 呃 你當 當 當 當各個f 乘以 呃 權重tta 的核 極為 極為這個 呂沃 這個 這個也是可以 我們先 繼續看下去 下面這個算法 呃 那個pubition function它是這樣啊 pubition function它是 就是 呃 機率 就是 各個機率的 總和 也就是說 你可能 你可能有什麼 百分 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五十七十八的 那它是一個總和 那 如果是離散的時候就是總和啦 如果是連續的時候就用幾分 那它的作用就是去當作 當作分母啦 就是當作一個novelize novelizing factor 對於這個p做一個novelization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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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路徑 這個路徑的機率呢 其實我們就 一般就會選 選成 這個 z 的 這個 這個叫做 pubition function z的 呃 z分之一的 也就是它當作分母 normalization normalization 然後乘以1的這個 1的 這裡是r 1的r次方 我們之前都是寫r 之前我們都是寫r 那這個就是r 我們算那個 max mind entropy 其實也是 也是在用另外一種 想法 就是這個max mind 什麼的likely would 也就是說 我們找到一個theta 然後這個theta 使得這個logp 這個路徑的 機率的可能性 是最大的 那 這個把這個subvention 換成這樣的邪法 然後 它會導成 在 這個 這裡的數學都不難 但是比較 反而已 就是其實我們把theta 把它拆開成 這個 這個成績 然後 然後呢 由於p 剛剛上一頁我們看到p 它是這個partition function 乘以這個 這個是 1的r次方 也就是說它的probability 就是probability 總和的probability 然後 這個把它帶進去 帶到這個東西 就用這個帶了 帶了以後呢 這個log log這個東西的 除法 就把它改成減法 就把它改成減法 就變成這個 這是 這是圍過的 就把它改成這樣的減法 因為它是1嘛 所以說 變成這個r r的 這套路線的revolve function 減掉了 ok 然後呢 依到這個 這個結果 再把這個 z等於這個 1的 r指數 的這個總和 把它帶進來 會等於 這樣子 就把r整個拆 就是把它拆開 拆開成原來那個 前頁頁寫的 這個都不是太難的數學 那 拆開了以後呢 結果 拆開成這樣的結果以後呢 我們去 找它的gradient 那gradient呢 痾 會有點麻煩喔 這個 我圍的時候 我也圍不太出來 就是因為它有 它有這個指數的東西 那這個反正這個 後來圍出來是這樣 應該也沒有錯 因為我 如果有興趣 大家可以回去檢查一下 如果 檢查處有錯誤的話 讓你告訴我 這一段還是要減掉 好 圍出來以後呢 呃 我們又發明了一個東西 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呢 呃 我們把 我們把這個叫做SVF的 State Visitation Frequency 就是這個 這個 狀態 訪問了幾次 的這個評次 呃 我們把它定義為 就是denote 當作D DS 然後呢 它就是 等於這個 我們這個 呃 呃 呃 gradient 的這一項 第二項 也就是說 我們把 把第二項 也不是第二項 第二項的這個 這一個項 我們把它叫做P啦 我們把這個地方叫做D 那這個東西叫D的話 因為 它為什麼會這樣想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 較D也好 因為這個地方太 太複雜了 就是 直接把它寫很D 你可以從這個式子 可以看到 很清楚的 就是說 Gradian的結果就是 呃 這兩個平次的一個差 OK 然後呢 就是說 呃 我們 剛才我們說的假設就是 呃 Deterministic 也就是說 你這個 你這個動作做下去 它就已經回到下一個 State 中間沒有Dynamics 就是說沒有一個 颱風還是什麼東西 把你吹到另外一邊 那如果是有這個 呃 有Dynamics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 就會比較難一點 就是說 呃 一般 一開始想出來的方法是 如果你這樣子走的路徑 你明明就是照著專家這樣走 結果咧 它就是中間有Dynamics 把你拖到另外一個State 它這樣子的結果 呃 造成 造成這個路徑不同的結果 如果是 呃 如果 如果造成路徑不同 那 我們給它一個I 就是 等於0 如果是同的話 那就是等於1 1就等於一遍 但是因為這樣我們不能 沒辦法算 那可能就是因為 就是不連續或怎麼樣 所以 我們把這樣的算法 轉換成這個 呃 partition function 呃 分支 就是機率的總合 分支機率 然後 乘以這個 呃 Dynamics的成績 那在這裡呢 它也有一些 做一些假設 比如說如果這個Dynamics 它對行為的影響不是太大 然後D也不是常數 然後呢 我們就用 就用原路徑的機率的P乘以T 也就是做這個 當做逼近 逼近這一條路徑的機率 那就是說 其實他因為 在做這個實驗 他是 他的那個 他好像是找那個計程車司機 還是找一個 駕駛員去測試 就是說 反正開車都是 比較主導性 那就是說 開車的情況 他並不太會 不太會受很大的 這個等級聲音價 所以說 那所以說 他的那個 呃 從上面 從上面的概念就是說 他的 他的P的Action P的這個機率呢 他也跟這個P P的這個 呃 PP 這個路徑P的 這個 機率 乘比例 也就是說 某個Action 從 某個Action的機率 跟這個 這個Action 做了這個Action之後的 整條路的這個 reward 的總和 次方 其實就是這個 就是 也就是這條路徑的機率 這條路徑的好飛機 他是乘一個比例 就是 乘這比 那這裡又 回到剛剛其實 請一個課程 有講到 就是 這裡會運用到 往前跟往後 推的 什麼做法 也就是說 呃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Z 當做E 呃 這裡是從 從S開始 那 呃 Z 剛剛就說 呃 這個機率的總和 那 當做E 也就是說 其實 也就是 意思是代表到 到達終點了 就是說 並沒有還有其他的 那 那我們 把它 做一個 requisite 算 算這個 呃 這個地方 比較抽象 算這個 機率 算這個Z 的 A 這個 它的Action Z 是多少 就是 訪問 X K 這個點 中間這個 XK的點 它的機率乘以 這條路徑 整個路徑的機率 然後乘以 到達 K的機率的總和 那 這個 算 算這個的 意義在什麼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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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就是說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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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一下 就是說 我們這個 有可能 有可能 是 呃 會遇到 這個 某 某個動作 呃 某個路徑 到某一個點 它有一個分支的機率 那 現在就是說 呃 哇 我們把這個分支 這個 分支的這個 這個點 這個 Local的這個點 它的 它的 Action的機率 可以用這個 呃 Z的 總 總路徑的這個Z 跟這個 呃 這個點的 那個Action的Z 它的比率 來 來算出 來推出這個 這個P的這個機率 嗯 那 作用是什麼呢 看一下 作用是 這個 這個 這邊我正向 我先介紹一下 正向它是 呃 在 在這個 埃倫的 T10步 訪問S的狀態 我們 把他從 這個 我們第一個D啦 D就是 就是次數 就是那個 SVF 就是訪問這個S的 這個 Legitation的這個 Frequency 然後呢 D呢 它的 下一步 就是T加1的時候呢 下一步呢 SV 下一步的這個頻次 就等於上一步的頻次乘以 那個拍的更部 拍的機率 就是做哪一個動作的機率 乘以它的Dynamics 那 這樣子每一個下一步都可以 你就可以算出來 你就去把那個所有的D距 做一個 呃 總和 那這個 呃 各部的這個D 總和起來的時候 呃 呃 前面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呃 呃 我們 我們剛剛算的那個規點的時候 我們可以 最後的結果 看到是 這個Feature 減這個D 乘以這個Feature 的總和 那這個 這個地方的這個D呢 我們把它帶進來 我們可以 我們就可以找到那個 呃 這個 呃 呃 呃 likelyhood 是最大的時候 從前面那個 數字的推導 我們可以找到這個 likelyhood 最大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 那個C他 就是 你的 你 你要的C他 你就把那個C他 再乘以F 就等於 就是R嘛 R再帶回去這個 帶回去這個 呃 mvp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把這個圖看一下 這個 這是一個循環 也就是說你 這沒有所謂從哪裡開始 可能你可以從這裡開始 就呃 你有一個NDP 然後你在NDP呢 你必須要知道Dynamics 可能你就用歷史的數據去找吧 然後你去定一些Feature 或者 你看地圖也好 你去 你用你的傳感區 去 去 去收集也好 然後找專家 去做Dynamics 這些都具備 你把它放在NDP裡面 然後你可能70的時候 你也可以 用全部都是0的reward也好 或者說 因為這是一個循環吧 反正到時候 這邊reward更新的時候 會帶 放進來這邊 讓你去跑 你就去跑一個 不管你用剛剛這個方法 什麼TDynamics 或摩迪卡羅 什麼 應該都是摩迪卡羅吧 然後你去跑 跑那個 跑出他的Policy 跑出他的 現在這樣的 去跑出一個Policy 那這個Policy呢 對於IRL來講 就代表了一個路徑 那這個路徑呢 他就會有評刺 那他有評刺呢 他就可以用到 我們剛剛算出來的一個 Gradian 我們去圍出來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呢 你把它帶進去 因為Policy本來就有 你就會得到 你就 你會找到那個Sita 那個Sita呢 R就等於這個Sita 跟他的 這個矩陣的成績 你就 新的Sita 新的Sita 就是他的流氓 這個流氓 就把他再放進來這個NDP 這個NDP 再去跑 然後再得到一個 新的這個 路徑 然後循環的去 去 去求這個 一直去更新去求這個Sita 所以剛才那個 剛才這個 這兩個部分 只是 就是 要 為了把 把他這個 呃 評刺求出來 然後 能夠帶進去 那另外這個 我也是從網路上面找到的圖 就是這個應該是用別的 另外一種 可能是 Dip的方法 Dip Learning的方法 他也是 從 這邊 這邊是傳感器來的吧 應該都是一些 應該都是一些 feature的東西 然後 呃 他的 demonstration 就是示範 有一個評刺 然後跟這個 呃 所謂機器人的 去 跑這個NDP的 這個Oltima Oltima Policy 一個評刺 兩個去檢 就是兩個 有一個差距 然後呢 就去 用剛剛的那些 剛剛說的那個 呃 我們找到那個 Gradian 再 伸出一個reward方權 再把它放回NDP 那大致上是 就是這樣一個 巡懷 這個 就 就 這 這個比較 今天時間拖得比較晚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 這個主題比較複雜 這個 就是 從 應該不是從那兩邊推回來 是啊 但是 就是說 呃 我那兩邊 配的有打包 拋給大家 那兩邊配的 如果你硬要看的話 就 看不到 這些東西 就是有很多東西 都是 到處去收集 來的 那兩邊配的 寫的就是很跳躍 不敢說跳躍 就是說 有很多東西 不知道存在哪 還有其他問題 這一張沒什麼猜 有很多要猜 第一是聽難度蠻高的 你 就是說如果直接看那個那個 真的很 很普通 不過就是說 我認為 這個東西可能 就是說 對於 對於 就是 RL發展的 有一個關係 就是 不在於 不在於 不在 RL就不在於會 局限於 打game 有一個 有一個固定的reward 或者說 有一個 輸贏才有的reward 就是 如果有一個方法 可以找到reward 那 應用的範圍 會 增加 就他們 他們這兩邊論文 在測試的 都是 好像都是跟開車 比較有關係的 有一個是 測試在 越野的開車 就M&T那邊 他們是用 在一個 那個 奇怪的地形上面去取開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測試 把一個程式的 這個計程車 所有的 騎人車上面 裝那個體驗 然後收集資料 然後去算那個 如果 就可以 預測 就是說 人類會怎麼樣開車 騎微壓力怎麼樣 所以 變成 應用比較 會 比較 實際面上 可以用不到 不再是在 GAME上面 或者情牌上面 因為 GAME裡面 它可以用 因為GAME它就已經有分數了 所以就有一個 入獄 可是在現實生活中 其實是沒有入獄 所以這兩邊 是在試圖用一個法式 定義 什麼叫入獄 因為 現在 RL好像 不是玩GAME 就是玩入獄 那個都是有 很 很 確認的一個 入獄 可以讓人說 這種 看起來有入獄 又好像沒有入獄 這個 這個真的是 所以必須要找一個方法去克服 才能應用比較好 我想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就是說 現在的標準 的RL 它的入獄方面 這樣 都是 數值 真的很單純 而不是一個函數 那 可能它 我認為啊 可能就是應用範疇 那你的Cation 其實 有它的 零 Cation 在 那你如果可以導入 尤其是 Nominion Function Nominion 的Reward Function 那 有可能可以 Coverage 的範圍會 會更大 那哪一個是 找Reward 有可能 Reward 那你如果要找到Reward 那 RL可能是 一個 很Key的 Function 那第二個是 我講的 在 在 這種基本的 只是 單純 數值的Reward 之外 那 Reward 如果把它 函數化 它可以做 怎樣的變化 對整個 問題的 更難的問題的 求解上面 是不是會 我覺得 這是 幾個比較大的 這一 部分的研究 其實我發現 還是 除了我們 我們大概講三種方法 就是 學徒式 MMP 最大商 還有好幾種 但是 會有類似 但是 不是 都不是 都不是完全一樣 就是 最大商 以外 它還有什麼 相對商 好幾種類似 我們先把 錄影料 那今天就先 謝謝 Richard 對 我們都一直 對這個 問題